哈喽大家好 我是哈喽瑟迪的Luna 今天是2021年5月8号礼拜六 那不知道过了一个礼拜 大家过得好吗 那这个礼拜啊 我们同学啊 有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好消息 就是呢 我有一个学生呢 他原本是在安省 就是多伦多以西南的college念书 然后他念的是资讯分析相关的科系 那他最近啊 就如愿以偿 就是有应征到相关的资料分析师的工作 那我们在这边呢 就恭喜他 好 然后呢 他其实在台湾呢 也是从事就是相关的资讯业的背景 那他也有在就是台湾有接了一些案子 就是像这样子的高科技的人才啊 其实在我们台湾是非常非常多 但大家通常的就是障碍 可能是语言或者沟通不够流畅 所以呢 所以像这位同学 他其实就是由先念了一阵子语校 然后直接接上college 那透过研究生证书呢 因为研究生证书本来就是开给 你可能已经在业界工作过一段时间 但是呢 你可能缺乏加拿大当地经验 你想要快速接轨 那像这种一年制的研究生证书的课程呢 其实非常适合就是业界人士 因为你的同学大部分也都会有蛮大的机会是业界人士的 大家其实是蛮有机会可以互相切磋 然后再加上呢 学校可能有合作的一些实习单位 像他的实习单位其实就是跟他现在这份 offer 其实蛮接近的 所以其实在工作的取得上面也算是水到渠成啦 那也真的蛮辛苦的 所以也谢谢他就是一路都可以相信我们 然后也很辛苦的把他的就是目标达成了 那也真的很恭喜他 然后呢 我们这一个页面呢 就是我也给大家看一下说 就是像这个的话是一个求职网站 那这个求职网站呢 就是我锁定的是多伦多安省的一个薪资范围 如果说你今天是做资料分析师的话呢 你一年的收入大概是6万块左右平均 那6万加币的话呢 其实也是差不多是140万左右嘛 所以其实应该也还不错啦 那当然就是有高有低 那所以呢就是同学可以就是评估一下说 你是不是喜欢这个科系 那我的建议呢 通常是我不会因为移民什么最热门 而推荐同学念什么科系最好 我通常是会建议说 如果说你觉得你什么比较擅长 或者你什么比较有兴趣 那你可能朝那个方向 你可能就会比较成为就是那个业界呢 前20%的人 那你能够留下的几率或许也是蛮高的哦 那这部分的话呢 就是如果说你在找寻科系呢 不太确定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 前进加拿大手册呢 里面呢就是会有一个 加拿大科学科系的一栏表 然后这边呢就有列出上百种科系 然后可以让你看一下 你怎么会在这里面 找到你想要的科系哦 那如果说你不方便来我们办公室拿的话呢 你也可以就是先转账给我们 游资 然后我们再寄给你 都没有问题哦 好 那接下来就来赶快我们的哈新闻吧 首先呢 我们哈新闻呢 一样是会跟大家介绍疫情的部分 然后在疫情的部分之后的话呢 我们会跟大家讲 施打疫苗的一个地点的快速查询 然后另外是 加拿大迪士尼实体门市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他们有可能就是会全面的撤出 那再来的话呢 是5月6号的移民申请情况更新 这个部分呢 大家都非常在乎 一定要看哦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是9月的开课生呢 就是学签请记得在5月15前送出 然后乔治布朗学院的话呢 他已经有宣布9月份大部分为线上 那再来的话呢 是各种签证的 就是审理啊 跟时间的更新 那如果以目前的加拿大疫情 5月8号更新的数字来说 就安省的话 总人数是48万多人 那大概是38% 那如果魁省的话是35万多人 28% 那如果是卑斯省的话是13万多人 是11% 亚伯达省的话是20多万人 是16% 那下省的话呢 是4万多人 是3% 那慢省的话呢 也是4万出头 是3% 那其他的话大概7600多人是1% 那如果说我们以较前日的新增人数 来说的话呢 安省是3166人 是40% 那魁省的话是919人12% 那卑斯省的话是722人9% 那亚伯达省呢是1980人25% 那萨省是319人4% 慢省的话是498人6% 那其他的话是268人4% 那如果说以疫情这个数字来说的话呢 安省目前3166人这个数字啊是有比上礼拜好多了 但是老实说还是居高不下 因为因为我们可以从他的数据知道说他就已经占了整个加拿大的40% 就是魁省跟卑斯省有降下来是蛮好的 当然数字还是严峻 可是就跟上个礼拜比起来是好的 那亚伯达省的确是比较让人担忧 所以他们的确现在有一些就是很明确的 不要你去学校上课或者什么相关的禁令 那这部分的话可能也要请同学就是参考一下学校的方针 还有他的页面最新的说明 那如果说以整个就是确诊人数来说的话呢 美国是3341万多人 那加拿大的话是127.3万人 那这部分的话就可以跟大家补充一下 就是像欧美各国啊 他们其实已经进入一个鼓励全民都能够施打疫苗 然后希望能够施打的百分比够高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会开放 或者说他们可能有在讨论说 譬如加拿大人如果他有打好疫苗 然后有所谓的疫苗护照的话呢 他或许可以旅游到别的国家 可能进行一些商务拜访啊等等之类的 那另外一个新闻呢 是疫苗施打的场所快速查询 那这一个的话呢 是有在Twitter上面发布的一个讯息 那这个的话呢 是由加拿大的学生多大的同学来开发的 然后这个城市呢 就是如果你在加拿大 然后你用你的手机发简讯到18333561683这个号码 然后呢输入你的邮递区号 那你就会有得到了一个最近的施打地点 我们刚才有稍微请同学帮忙测试了一下 如果在温哥华的话呢 可能就只有地点网址可以查询 但他没有直接出现一个中心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如果在安省各位可以再试试看 然后因为就是现在其实已经是多伦多那边的半夜好几点了 所以呢我们可能就不太适合一直打扰同学说叫他给我们试试看那个图面 那另外呢有一个疫情之下的新闻就是在多很多机场啊 像他们呢也是有人出示假的病毒测验阴性证明 然后就有两个人受到重罚 因为像前阵子台湾不是也有人持就是假的阴性证明 那这个有一些罚则嘛 那加拿大的话呢就是目前有公布两位被罚的结果 就是分别是处以2500跟6500的罚款 那另外一个疫情之下的新闻呢就是迪士尼今年下季结束之前啊 有可能就是把加拿大门市全部关闭 那这个新闻呢其实是迪士尼他们的店面的业者 加拿大的业主呢他可能同时经营了其中的11家门市 然后他就是有在跟迪士尼讨论说之后退出的一些所要注意的一些环节 所以才会有发布出来的消息 那迪士尼的门市啊其实在安省最多 然后像非私省亚伯达省或者曼省也都有 所以老实说呢就是关掉的确是有点可惜啦 那他们也在力求转型 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比较重视的消息呢 就是加拿大9万快速移民的申请情况更新 那申请的原则呢原则上就是先来先得 然后额满为止或者到11月5号指 这个政策的话呢 他其实是有个网页可以随时查异动的情形 但是这个网页呢他其实是有锁那个IP的 所以你一定要人在加拿大当地才看得到这个页面的更新数字 然后这个更新数字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说呢人是在加拿大 然后从事医护相关的话呢 你总共的名额是2万名嘛 那目前申请的人是有833位 另外是必要工作但非医护类的有3万名 那有5300多人就是递交 那再另外一个呢是就是毕业生 近期的毕业生 大概有4万名的名额 目前呢是已经达到了那个申请的上限了 所以呢虽然他说到11月5号 然后果然是如我们移民顾问所说 当天就可以买了 就是真的是蛮难抢的 那但是呢大家就是也不用担心 就是其实说因为那蛮多同学 他如果是走留学移民的话 他其实是有3年的毕业后工签嘛 那你总会找到一个就是适合你的工作 然后得到一个很稳定的收入 报税啊或者说工时上面 应该都是可以符合相关的规定 所以大家就可以静观其变 那另外呢就是他里面呢 还有其中的另外一个是法语相关人才 总共有3个细项 那大家可以看到蛮有趣的地方是呢 他这边的名额都是无上限的 所以呢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 如果说你真的对任何科系都还拿不定主意 说不定你也可以从学法语入手 这或许这个可能对你而言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你看看他的申请名额 然后对照一下刚才的就是像医护人员啊 或者必要工作啊或者国际生啊 你看看这个申请名额真的差很多 而且他没有上限 好另外一个就是入境的重要提醒 就是9月开课生的话 请记得学签一定要在5月15前送出哦 那这一个的话呢 虽然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这一则的新闻 然后但是我们这边还是更新一下签证的等待期呢 上个礼拜是12周嘛 那这个礼拜是10周就跟大家说一声 就是也有同学问说 哈可是我现在才要申请耶 那我这样子的话来不来得及呀 那这个问题啊就在这边简单回答一下大家 就是如果说呢你真的就是学校入学信可能在5月底才拿到 那你还是一样可以递交申请啊 那只是说递交申请呢跟拿到其实是两件事 那递交申请如果送出的话 然后你学校之后也是有线上课程可以上的话呢 你其实还是可以在台湾或者在你所在的地区上线上课 那等你真正拿到学签的时候再入境 这是有机会的 那当然就是详情还是要看学校啊 或者政府的就是相关指令为主 接着而来呢 我们就可以提到就是呢 像乔治布朗学院他就有宣布9月的话呢 大部分会是线上课 所以像刚才提到的 假如说你的乔治布朗学院的入学信呢 在7月的时候才拿到 然后8月15前才送出申请 那这样子的话 你还是有机会可以9月顺利开课 但是你就是一定是在台湾啊 或者在你所在的区域上线上课为主 那这个的话就是有一个小小的风险就是呢 要是你到最后签证是没有通过的 那你有可能就是要嘛就是重新送签证 要嘛你就白念了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风险评估 你还是要特别留意哦 那另外呢 加达抢先报呢 本周官方是没有更新的 就是贴一下上周的图 就会让大家还是稍微知道一下 那疫情下呢 各种签证审理变化的话呢 就是我们是有稍微看过 他的确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更新啦 那另外呢 5月5号的签证审理呢 周数更新 这边呢 就是大家看得到 学签出办是改为10周 那学签延签是57天 那AEC打工度假签呢 他一样是写59周 然后观光延签的话是207天 那我们这礼拜的哈新闻 Hallonews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呢 也欢迎订阅 然后留言 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